早期鼻咽癌很難及早發現 香港大學多倫多大學和伊麗莎白醫院 共同研發一個新的 抽取鼻咽細胞樣本發現方法 有效檢測早期鼻咽癌 方法是利用一個測 經口腔放入鼻咽 在鼻咽裡了兩了 抽取上皮細胞樣本 證測有沒有潛藏EBV的DNA 再通過病理學診斷 確認是否患有鼻咽癌 研究結果顯示 這個方法靈敏度和明確度達到九成九 教研有測試好 早期的時候 Tumor burden 腫瘤的volume 在鼻咽部很小 它releaseDNA到血骨 所以我們可能用這個 驗血方式不得準確 所以靈敏度是低了那麼多 而我們這個方式 直接入去鼻咽部 去拿出組織 拿出細胞 港大醫學院希望新的測試方法 可以應用於大規模 全球性鼻咽癌篩查 特別是在一些欠缺專科醫生 精密內規的儀器 和保存腫瘤樣本設備的地區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我們會在一起 我們會的家庭